这个是380的 我们接电视接380 但是接好电视机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方向 选一阵方向逆时针 这样逆时针状 然后可以按 这个启动按钮 这个是停止 你可以点一下就停掉 看一下方向对不对 这样看得到这个方向 我再开一下 你拍一下 要这个方向逆时针的方向才行 然后那边进来冷水机 这个冷水机 这里可以设定温度的 这个冷水机是220伏的 这里是电源开关 你关掉就没有 这个是电源开关 这个是调温的 加减 调温的 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抽水的 抽水的机 抽水机 这边装的 我们是装了水 装了水就抽水机 倒冷水机 进来 这个随便接哪条都可以 这个进来 这里是出去 出去到那个 焦体末 那个 焦体末这里 焦体末这里又倒回去水箱 就是这两条也没所谓 随便接 这个是调厚 粗细啊 我们这里有操作硅程了 这里一定要看这个 关 就是 就是看这个 逆时针它是 看到没有 逆时针 清不清楚 逆时针就是 粗 顺时针就细 就是要 一定要注意这个 这里操作硅程 一定要注意这个 那现在我们可以试 那我们这里 有一条是肥 肥流管 肥流管意思是 就是你想更磨得更细一点 它可以倒回去 就是靠这个开关 这个开关 这个开关是三通的 你打上来它就 就是到出来 塑料了 如果你要肥流的话 这里继续 工作的话 就这样 你看我们 照理水 试一下 那这个是肥流的了 这个开关 就打这个方向 这个肥流 那个水就可以流回去 那你要放出来的话 就是这个把手 要拉上来 它就出来了 那出来的这里面 就没有了 现在就OK了 就这样